这台咖啡机来自德国 整体是不锈钢材质 金属感拉满 长官高位49×33×41厘米 重30千克 采用双锅炉结构 接待在PID温控 可在显示屏调节水温 蒸汽锅炉溶积2升 萃取锅炉溶积0.75升 可拆卸式水箱溶积2.8升 且可以改成自动上下水 改装很方便 在咖啡机后面安装上水管 水阀指向中间为自来水模式 向两边为水箱模式 且需要按动接水盘下的按钮 来切换上水模式 这两个灯分别表示 萃取锅炉和蒸汽锅炉 在接水盘下这个按钮 可以选择蒸汽锅炉是否工作 左边的压力表示蒸汽压力 右边的是泵压 可以安装变压组件 来观察萃取压力 左边是两孔蒸汽棒 外加橡胶防烫圈 蒸汽拨干的手感很棒 蒸汽也很足 首次使用显示FRL需要放水30秒 开机后会优先加热萃取锅炉 待萃取锅炉加热完毕后 才会加热蒸汽锅炉 冲铸头是经典的161冲铸头 轻台可以浸泡 完全提上去是萃取 萃取时显示屏会自动计时 设置 同时按下加号和减号 进入设置菜单 按减号选择要设置的选项 显示T1代表萃取温度设置 按加号进入设置 再按加减号进行温度调节 这一步要快速按 不然会返回上一步 显示T2是蒸汽温度设置 下一步和萃取温度调节相同 设置完成后 显示T1表示设置保存 显示EC又是待机时间设置 点击加号进入设置 可调节的时间梯度为30分钟 稍等一会 会自动保存 这台机器还可以设置自动清洗 但是没太大必要 直接像清洗普通161冲铸头 逆冲洗就可以了 这台咖啡机方方面面 都是非常优秀的 很多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全 可以说是最值得购买的161咖啡机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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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